他是蔡先生半夜不睡覺 想騎車趴趴躁 而這輛機車不是他的 是偷來的 騎著他大街小巷內 找尋計程車 他不是要搭小黃 而是撿十塊砸破車窗 要偷車內的財物 為了不留下指紋 還戴手套 整裝後 爬進車內 翻找零錢 蔡新男子在溫獎眼中 是小黃殺手 靠著砸破車窗 偷取車內財物 在雙北地區犯了上百起案件 大費周章爬進爬出 就是要偷計程車內的零錢 以為一切都很小心 但還是不慎被碎步離 割傷了手 留下DNA 而他行車車輛也很專一 情有獨鍾計程車 因為不只有零錢 問講的導航 行車記錄器加手機 下了班也不會拆回家 成了貫切 眼中的肥羊 他暗時來幫你撞破破裂 這一塊就清雞 他沒什麼東西就撞清雞 確實條隊 對 車上裡面沒有零用錢 你也被砸過 砸過兩次 被敲 裡面的那個 比如說皮包的錢 還是喜歡的東西都拿走了 街訪問講讓人意外 無量車有三台被砸過 司機痛罵 就算寫紙條 求小偷別砸車也沒用 而嫌犯就是他 蔡信男子 橫行雙北 三重南港板橋 都有他砸車刑竊足跡 警方估計嫌犯至少砸過上百兩小黃 警方辛苦抓了人 但嫌犯輕易被交保出來 也難怪無辜受害的問獎 記得 火冒三丈 記者呂龍仙受想 信不收到 火冒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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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冒刀